不然人家被碰瓷 我剛剛以為只有我看到而已 遠遠就看到一名婦人躺在路中間 還以為要碰瓷 凌晨12點還正直農曆契悅 總覺得涼涼的嚇壞眾人 靠近後聽見微弱呼救聲 婦人全身無力躺馬路上 大家左右看看 都看不到婦人家屬 叫我車好嗎 開不起來 車都嚇得很難 你有你家人的電話嗎 對 家人沒有人在 我有問他說你家室內電話多少 那我有打了過去 然後打了四五通 可是他們對方的家屬好像很奇怪 不知道沒有人還是怎樣 接起來明明有看到有接 可是都沒有人回話 也沒有人答聲 17號凌晨婦人獨自在高雄鳳山散步 不小心走太遠 無力倒卧在路邊 救護人員到場測血堂後 送醫治療沒有大礙 這群熱血救人的青年 其實是龍獅戰鼓團的成員 團練結束後發現 倒在路上的阿嬤趕緊救人 你都不要再走動了 因為在這當下 可能在幾秒鐘 你可能會暈倒 如果暈倒的話 有時候還會撞到頭 甚至會造成一些傷害 醫生也提醒 有慢性疾病或貧血的人 突然眼前一黑 務必要坐下或躺著 阿嬤倒卧在路旁 交集救人過程曝光後 網友也都大讚 好人一生平安 記者劉士智鴻婦人 郭怡貞高雄報導 大家不要看見 雄 小螺 早 小螺 雄 不 早 小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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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